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话说在近几天 大陆的网络上就热烈地炒作一宗消息 这宗料就叫做三信一书 到底是什么家伙来的呢 根据大陆的媒体所说 就说解放军第73集团军的某个女 结合了全城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的主题教育 这个专题就叫做激发战斗血性 持续开展了三信一书的活动 三信就是说战友坦然直面对生死的告别信 家人至亲关怀的触托信 和地方政府勇军外军的慰文信 至于一书就是说退伍老兵 若有战召必回的请战书 说到非常热血沸腾 到底真的意味着台海之间 很快将会发生军事冲突 还是又再一次的纯粹炒作呢 实际上我的研判就是这么看的 若然大陆真的要对台湾动手的话 到底它会不会预先敲锣打鼓 而且还要走去反卖温情 提振士气 说明它将会是动手呢 上一趟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 就可以数上今年6月的时候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 当时发生就非常突然 毛利头传出大陆用狼牙棒 用一些叫做冷兵器 到底在事发之前 有没有搞什么三顺一宿活动呢 有没有出现一些贩卖温情的行为呢 当然全部都看不到啦 整件事的发展就非常突然的 说来就来的了 好了 现在台海出现这个情况 到底真正会移动的乘数是有多高呢 我是存疑的 定义或是根本上搞这些活动 其实就是要回应着 美军近排在台海和南海一带的 军事行动常态化的一个维稳活动来的啦 只不过是做给国内的民众看 做给军人看的啦 我就认为后者的机会是大一些的 而且官附近这一两个月 大陆在台海不断地有小动作 诸多的动静啦 我相信大陆就是想将重点从南海拉回到台海的树 因为在南海呢 大陆本身就有绝对优势的 如果它只不过是对着那些东南亚的周边国家 因为大陆呢 实在太厉害了 可以在南海的那些赌潮呢 又是填海呀 起机场呀 摆放一些的 战机呀 或者是军事设备呀 这样 其他那些国家当然是没办法匹敌啦 不过自从今年6月开始 美国政府就正式确立了对华的强硬政策 当然就不少得军事上边的压迫啦 故此在7月的时候 有两个航空母艦战斗群去了南海那里进行演习啦 其实大陆都心知肚明的 他的南海赌潮呢 其实都是易攻难守啊 这个甚至乎是环球时报的老总胡锡进都认同的 他也认为大陆的老解在近岸的优势 就会是比较大一些的 所以近这一个月大陆频频地向台湾 民工武客口珠不伐 是不是正想要把重点从南海迁移回到台海那里 起码来说就是近岸一些 优势比较大一些 我相信也是设立得到胡锡进所说的理论的 当然这套说法其实就是基于会真的动手作为的理论基础 但是我的研判始终都觉得根本上是不会动的 在不动的情况下搞这些什么三信一书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维稳 就是要营造一种将要发生军事冲突的绷紧氛围出来 就是要使民众开始将焦点放在这一场可能会发生的军事冲突身上 但是实际上是很遥远的 或者根本上从来都不会发生的 起码可以使得大家不要再关注 大陆的经济下行情况是怎样的 失业率是多高 收入下降了多少 又或者不要再注视长江的洪灾 不要再注视农作物失收 因为就来是动手了 大家就要把所有的焦点、视线 放在这一场可能会发生的军事冲突身上 这些就是针对民众的维稳工作 至于军队方面一样是在做的 这个三信一书正正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要提振军心的士气和信心 而且要告诉军人你们要有底气 你们是有道义的 你们是有民族的大义的 这些事情其实胡锡进较早之前在微博上也说过 他这次搞三信一书 无非都是在宣传这些理念 就是告诉别人 你们是充满着道理的 就算是动手也是出师有名的 就是要搞这些事情 但我相信短期之内就不会动的 大陆刚刚才说完 不会打响第一枪 有些人就认为兵不厌诈 但我不觉得他是在说留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顾忌的不但只是台湾方面的国军 而且他顾忌的是特朗普 特朗普会怎样出招呢? 中国就说预料不到而已 但其实方向也预料到的 就是对华强硬的 若然大陆真是愚蠢到 响了第一枪的时候 特朗普其实是求之不得的 我相信他是这么想的 因为他一直很想 在南海或者台海 都挑起一个冲突 很多的分析都是这么说的 不只是我说的 好啦,若然大陆真是说 走去这么愚蠢打响了第一枪 特朗普一定会有反应 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些 美国CIA前副局长 走出来说 所谓美国总统交接期的两三天 就最危险 最有机会发生军事冲突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说 若然拜登当选上台的时候 那三天就会移动 但我也觉得机会很低 即使拜登真的上台 而他在总统交接期 真是懵得上心口 完全做不到决定也好 如果国军顶到三天 那怎么办呢? 会不会等到美军介入得到呢? 所以大陆都有很多这些考虑的 当然他可以买一样东西 就是拜登上台的话 他就会对于台湾的问题 坐视不理 他完全不会动 他放手了 但是这个可能性又会有多高呢? 是不是真的决策人掌控了一切呢? 这个是有疑问的 所以大陆最大的顾忌就是 究竟美军会不会介入台湾问题 现在特朗普在做总统的时间 当然他一定会介入 所以我的研判就是 至少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内 大陆会按兵不动 好了 大陆方面当然对于台湾继续口诛不乏 除了整三信一书行动以外 央视在18号的时候 就有一篇文章 出了一篇海峡时评 到底他说什么呢? 就说解放军的实力 信心和决心 决定了武统一旦触发的话 首战即中战 这个首战即中战 正正就是马英九前总统所说的说法 所以马英九在台湾 就被人继续骂到七个一皮 原来你说这个说法 被央视引述了来说 正正就是这五个字 无多无小一无一样 你说这一个是否 就是被人骂是台奸 你说是否划他死 怎会这样说呢? 就算你认为台军的实力 真是不如老解也好 以他的身位 根本上就是不适合说这番说话 更何况就是 他执政了八年期间 到底有没有着力提振台湾的军事实力呢? 是没有的 他是削军费的 而且是对于 美国的军购案 他就全部拉倒了 最终拖到蔡英文上台之后 才去追落后 才去买 当然 实力就会比差距大了 是不是? 虽然你马英九说这番说话 是不是多鬼鱼? 应该 这些人是瘦爹了 说小句也不用死了 至于《环球时报》 在20号的一篇文章 更厉害 他们说 解放军战机不需要过台海中线 就可以一击瘫痪台军机场 内文提到 一击瘫痪的敌方机场是一种标志性的说法 实际上被压制的对象 是对方的航空兵作战能力 这是现代战争中 首先要采取的几个步骤之一 一般来说 压制航空兵的主要目标有两个 首先是让对方飞不起来 其次是让对方降不下来 他说到 满腹经论好像 老解一动手就赢了 台湾方面 最终也是不甘是约 台湾国防部发布了一段 叫做好战必亡 亡战必危的影片 好战必亡就是 瓜柴的亡 亡战必危就是亡计战争的亡 好了 他们就说 绝对不要轻视他们捍卫台湾的决心 就是要这段影片用来强烈反击解放军民工武嚇的讯息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 无论哪一方面都好 现在都是务求把所谓的冲突 保持在一种可防可控的状态 不要让他升级成为热战 不要拆枪走火 在文宣方面就不断地做 你骂我我骂你 这就是所谓的无伤大雅 但是在军事冲突上 两方面都叫了不准开第一枪 台湾方面下了命令 大陆方面也是公开说了 所以我认为短期之内 台海真的不会发生什么疑样 当然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 但是军事冲突 往往是由一些不理性的因素驱使 好了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